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記者宁海中綜合報導 中共黨魁進巴黎愛麗社公自帶黑水杯引猜測 中共黨魁習近平5月5日抵法國展開訪問行程 他在愛麗社公和法國總統馬克龍舉行會談時 習自帶黑色吸管杯引關注 有美國博主質疑習怕被人下毒 中共央視報導 當地時間5月6日上午 馬克龍在巴黎愛麗社公 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冯德萊恩一道 與習近平會談 下午 馬克龍在巴黎愛麗社公和習近平舉行會談 從央視的視頻畫面 及官方給出的現場照片看 習不像包括馬克龍在內的全場其他人那樣 用玻璃杯喝水 而是毒響黑色吸管杯 在習與馬克龍 冯德萊恩三方會談時 情況也一樣 美國的Substack博主Genteerly寫道 怕中毒還是怕被下藥 即使在愛麗社公的安全範圍內 習近平也不敢喝水 習近平上台後 在中共重大會議首度啟用南服務員 被猜測是遇突發事件時 這些人可立刻變身保鏢 在他參加的公開會議中 主席台上只有他一人面前放兩個茶杯 有專人倒查 對此 外界猜測多認為是習堤防被毒殺 5月5日 習近平飛機抵達巴黎時 掌管習近平安全的中辦主任蔡奇 第一個走下台階 中共外交部部長王毅 大使盧沙爺等人緊隨其後 而習近平所行之處 除了中共大使館安排的歡迎人群外 聚集眾多的抗議群體 下面請聽大紀元記者趙鳳華綜合報導 波蘭安全局部長開會房間內 發現竊聽裝置 週二5月7日 波蘭安全部門表示 在部長們將舉行特別會議的房間裡 發現了竊聽裝置 相關部門正在就此事展開調查 據路透社報導 波蘭安全部門發言人雅采克 多布金斯基週二宣布 國家保衛局在部長們開會的辦公室內 拆除了可能用於竊聽的裝置 多布金斯基在社媒平臺X上寫道 國家安全局與國內安全局合作 在今天將與卡托維茲 舉行部長會議的房間內 發現並拆除了可能用於竊聽的裝置 多布金斯基補充說 有關部門正在就此事開展進一步調查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兩年多來 波蘭作為西方向烏克蘭提供軍事物資的枢紐 一直對間諜活動保持高度警惕 據波蘭媒體NFP報導 多布金斯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這些設備是在一次例行搜查中發現的 每次高級官員舉行會議前都會進行這種搜查 他補充說現在的調查將試圖解釋 是誰安裝了這些裝置以及這些裝置的用途 這些設備已被移交給內部安全局 波蘭總理唐納德 圖斯克於週二上午10點在歐共體發表講話 然後於中午12點出席波蘭內閣會議 波蘭內閣常務委員會主席馬切一 貝雷克週一宣布 圖斯克和他的部長們將討論能源券和電子通訊等法律草案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此前在接受波蘭通訊社採訪時說 他和圖斯克將在歐共體的發言中宣布建立一個強大的歐洲聯盟 能夠保衛自己的計劃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利参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利参分野参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参又有 参曬参、白参、紅参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参口服液以100%韓國優質6年高利参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建 記載的九針九鋪方法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種人参燥帶成分 遠高於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燥帶RA、RF、RG3、RH2為高利人参獨有的成分 經九針九鋪製作後的黑参造火興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製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吃高利参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燥帶RG3的含量比紅参高八倍 人體對玄寶黑参中的人参燥帶的吸收率高達80%以上 是紅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輸入優惠碼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